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想讨论一下 我们这个后院的这一块地儿 然后我们想种很多东西 怎么计划 因为要根据前去年的 这个种植的情况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最高的 靠近房子这一块儿呢 我们种的丝瓜 还有豆角 黄瓜 就这样排下来的 然后那边呢是西红柿 我们种的西红柿种了很多 然后还有那个角呢 是种了一些瓜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么今年呢 我们是绝对需要 进行改变 就是我们要种植呢 要沦坐要不同的地方来进行种植 那么今天呢 我想问问 我们的当家 怎么种法 今天怎么种法 怎么种法 太少不够用的 对 但我们又想种很多东西 想种很多东西 问问我们后院的院长 院长 我们怎么种种法 你的指示 我的计划呀 我想今天就是把这些 都撤掉 ok 这是去年的这些打的一些架子 全撤掉 今天我想就是说 在后边 靠近这些高的树的地方 打一个架子 扯到那边 从这个地方一直延伸过去 到那边 就是说这个树的前头 这个地方横着牌一直延伸过去 延伸到那边篱笆那个 头上去 这样的话就是 什么黄瓜豆角 它疼的东西都摘到这个 腌着最后一排 因为它长得比较高 所以让它在后面 这样的话它不挡阳光 对 然后呢前面这一部分呢 就种西红柿 矮科的东西 对 这样句话就是说 高的东西在后边 那个矮的东西在前面 这样的话就是说 高的东西不会影响 挡着阳光 不会影响到 矮的东西 这样的话就是说 今年把这些杆撤掉 然后在后面打一个高的杆子 然后 你打这个高的杆子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好像蛮 这很好的 因为什么你打一个高的架子 今年你想在这边种黄瓜 对 你可以人流 你明年这个架子 这边种黄瓜 那边种豆角 然后再到一年就倒过来 这边种豆角 那边种黄瓜 这样的话你这样 打一个比较牢靠的杆 然后就是说 每年就不用再那个了 就改变了 对 就只是 你来回的 种的东西 种的东西交换一下 但是都是种高的在后边 对高的在后边 对 那么实际上我们还要 conside我们的这个浇灌系统 那么如果要是这样打了一个 比较这个长期的 这么permanent的这么一个架子 以后我们设立了这个 浇水的系统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浇水系统 那么我们这个管子呢就扯过去 这样的话 我们的管子也不用 每年兴起了 每年改变 这样的话 对这个浇灌系统 这个也是一个好处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从这个 靠近这些高的这些 植物的这些树 这些地方前面 我们给它搭一个架子 一直搭过去 好 对还有一个你看 因为这个地方小 没有那么多地 但是你看这一块地方 阳光明媚的 对 我也是去年在这个地方种的丝瓜 今天我还想继续利用这一块 对 这个边呢就是说可以呢 这些藤在这里 嗯 我就想这个地方种上西红柿 但是呢 这中间我可以穿插着种一颗 两颗丝瓜或者是 对 或者是苦瓜 对 然后让他们顺着这个地方 爬到地上 然后这个方向 利用这个空间 哦 我看 你是说你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在水泥地上面 是在院子里 对 但是我可以 利用那个 可以用那个 这个东西呢 就是种爬藤的东西 哦 对 种到这个边上 对 然后爬藤到这一块 爬藤到这边房子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块空间 对 去年我在这种了很多的丝瓜 长得还很好 对 实际上因为你是 因为比如说丝瓜吧 它就是长在土里边 然后它架 它的这个枝叶呢 可以 可以延伸到这个院子的中间来 对 可以直接爬到我们的窗户 给我们打招呼 哈哈哈 所以我就想在这里呢 就是说就 种一棵 两棵就可以了 对 然后让它爬到这上面 就可以解满 丝瓜 对 对 这样的话就是巧妙的利用这个空间 而且这还不耽误你在种 种别的东西 对 这是good idea 所以说就是今年我那个的 还有这个角落这个地方 嗯 那个角 那个角 那个角给我打一个 就是比较牢靠的和分子一样高的那种 就是一个方块的那种架子 对对对 然后在那里可以所有爬藤的瓜呀 对 豆角呀什么东西你想种什么都可以 对 然后在那里 所有爬藤的高的东西都放到后边去 对对对 实际上那个地方种黄瓜不大行 因为黄瓜呢靠近我们试验过 黄瓜靠近篱笆以后好像 太热一样还是不通风 它就长不好 嗯 它就长不好 所以那么但是那个瓜呢 比如说南瓜之类的这些角瓜 或者葫芦这些之类的东西 还有苦瓜是吧 还有苦瓜 他们都不怕这个篱笆 所以可以顺着篱笆爬都没问题 对 那一块是一个 我们要打一个架子 很好 对那下面就麻烦你 给我把架子打起来 好 小菜一碟 我来做 那么这前头种什么东西 这些前头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 你看了吧 你看看 你过来照一照 这什么东西 蒲公英 我想把这一块弄成野菜地 哦种野菜 什么蒲公英啊 你看特别是现在流感季节有疫情 你要是经常弄一点蒲公英啊 这种东西野菜啊 吃一吃可以起到消炎的作用 对 所以呢我 你看我前一段时间 就我经常的出来 蹬一些叶子回家 就煮点水或者是炒鸡蛋吃都可以 对 我就弄的 它开的花我都散落在这里边 你看现在里边已经长了很多了 你看了吗 成为野菜基地 成为一个中药材基地 所以说呢 这一块主要是种野菜了 韭菜其实也吃不了很多 对 这个韭菜种韭菜 我感觉到好像是有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它就长得比较慢 长得比较少 到春天夏天的时候韭菜又吃不完 所以说 所以说我现在就让它在韭菜地里 给长 而且其实我已经把这一块韭菜都挖掉了 但是我吃不完 所以呢我就让它在这一块地方里长 长这些野菜 长野菜或者小青菜 那么你这个蒲公英的种子从哪来的 蒲公英啊 你那个 你上公园看有的是蒲公英的那个 公园里很多蒲公英 然后你那个蒲公英开了花以后 你把蒲公英的花 花种拿回来以后 就撒到你院里就行 对 你或者是你拿一个小铲子 去挖它 深深的挖它一个根回家 然后在那儿盆子 更快一些 对 那你怎么不去 攒上公园的去吃 把蒲公英吃不就行吗 对我也觉得那个蒲公英是不可以吃的 因为那个公园里 你看好多人都从那个地方遛狗 那狗从那儿跑来跑去 我觉得好像 撒尿 撒尿呀什么 可能有什么传染病 所以不想 从那个地方 除非你 你住的地方是真正的 深山 然后那个地方没有被 不可能被污染 那还可以 像咱们的公园里边 大家每天都从那儿遛狗 然后那狗从那儿跑来跑去的 你实在是 还有很多人从那儿跑来跑去的 你都不知道有什么病菌 可能谁吐口吐沫啊 或者什么东西的 我总是觉得很不干净 所以我就在外边弄了些 而且它那个地方的蒲公英 恐怕比如说 它还用的水 浇水啊 对 可能是污水 处理过的污水 所以说它不能够吃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安心吃那个东西 所以我就把它们 的种子都弄到我家里 其实我家里现在 除了这一片地 其他很大的地方 也都还有这些蒲公英 所以只要长出来的蒲公英 我都把它保留着 对 种野草 不如种蒲公英了 对啊 这些 对 野草 我就把它拔掉 然后保留着这些蒲公英都放这儿 好 好 剩下的任务交给你了 我就去做打架子 很快 OK 一会大家可以看到这架子就出来了 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些这个 我们当时就是买了一些铁管子 那么这些铁管子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 就是 改造 就是改造 就是改造 叫它比较容易的能够改造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把它 进行改造一下 那么实际上这个管子呢 我们当时就是Garage sale 就是说有人 有人家里有这个有这个游泳池 后边自己做游泳池 又是后院的这种游泳池 他们有一些铁架子 有些铁架子呢 他们就卖掉了 就是说游泳池他们不用了 不用就卖掉很便宜 很便宜 所以我们一看这个很便宜的这些管道 我一看这些管道 还是完全可以再利用的 所以就买了 买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管道就可以用来搭架子 所以每年的时候呢 我们搭架子就是特别的 就用这些管道来搭架子 这很牢靠 我们到时候只用线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到时候只用线把它 你看这个管道 这个管道 我们这个管道 一截一截的 一截一截的 看 哎 我们就拆掉了 就拆掉了 拆掉了以后 像这个管子 我们就可以 一会再延伸到那边去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 把这个管道 我们再拆掉 所以就这样的话 就是比较 有的时候你并不一定去 去这个 去花很多钱 去买什么猪肝 又是什么东西去做 有的时候就是说 你看别人 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你可以再利用的一些材料 那么你如果要是能发现这样的东西呢 你就可以 花很少的钱 就把它们买到了 就买来了 买来了以后 你这个时候你看 我的管道多容易啊 你看 这个管道这个长长的 这个大管子 我们就可以了 花很少的钱 我们就可以搞到这么一个管道 那么这个管道呢 我们就可以 把它们 随时的进行改变 就相对的很容易很容易 建这么一个 大的一个铁架子 那么这个铁架子呢 到时候我们再用很多的绳子 这样勒下来 这样的话 这些植物都可以往上爬 特别好 好了 刚才车车拉拉的 很多的架子啊绳子啊 在这个去年的一些架子层子 都已经拆完了 拆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要开始rebuild 就是开始建我们今年的新的架子 那么这个计划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 从我们从这儿 一直横过去一条线 拉到这个那边 拉到那个头 这样的话 会建一个非常牢固的一个大的一个架子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黄瓜呀 这种藤类的植物 我们就可以种植了 好了 你看这些材料 我们都拆下来的材料 我们再用 重新用这些材料来建 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工具呢 就是这样一个锯 那么锯呢 我们到时候可以 我们可以 锯木头 比如说木的木头桩子 再一个就是锤子 大锤子小锤子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 你看这个 我们怎么砸桩子 砸桩子呢 最好就是不要去使劲挖一个土 挖了以后挖个大坑 然后再埋桩子 破坏这个土的结构 那么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儿 摘一个柱子 那么这个柱子呢 我们底下呢 是这样 这是一个铁管 很高的一个铁管 那么你看那个高的一个铁管 那么一定的高度 然后我们这个头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木头的 用木头的这个木头呢 那么这个木头棍 然后我们用这个木头棍呢 把它塞到这个里边去 塞到这个管道里边 然后我们把这个木头棍 再削尖它 把这个头削尖 削尖了以后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 就把它 就可以打到这个 就很容易的 就可以把它 摘到这个 砸到这个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它 砸到这个地底下 我们这个柱子呢 我们这个铁管 我们就把它直接的就 砸进去 从这儿砸进去 砸进去以后呢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我们从上面 从上面这个地方 直接往下砸 砸进去以后 这样的话这个 就可以 可以进去 直接砸进去 OK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上面 直接敲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用Hammer 用个锤子 看这样我们就可以了 аю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卡好了,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架子,我们这样铁棍伸到土里,然后这个架子这样,然后过去,一直到内,一直到这个那头,然后这个架子上面呢,我们到时候我们从这儿,然后我们再放一些绳子,把它这样掉下来,弄在土里边,这样我们这个绳子和这个土这样连着一起,这样的话我们 我们种的黄瓜呀,南瓜呀,又是这个豆角呀,都可以爬这个架子,我们这个架子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比较长久的利用,就是黄瓜,今年在这边我们种黄瓜,明年呢,我们在那个地方种豆角,后年呢,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在那边呢,我们就去种这个,种南瓜,然后换一年呢,比如说明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种豆角, 然后黄瓜在那边,然后南瓜在这边,这样来回的轮转,这样的话轮重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架子呢,就是比较,比较牢靠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儿,用绳子把它这样,小绳一个一个的这样,这样连下来,我们的这个架子就成了, 这个架子非常牢靠,也非常的,非常牢靠,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挺高的,这样的话,解决了这个,呃, 呃,肩坐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上面有这个,有三个这种架子,已经,已经搭成了,那么我们将来在这个地方种黄瓜,种豆角,种这个,呃,苦瓜的话,我们都可以,这个架子都可以用了,我们直接, 和地下来,用绳子,用绳子,然后把它引上去,这就是架子,呃,非常好,你看,多好,然后我们这个,一直在,在通到那一头,然后我们这个后院呢,这个,而且也考虑到这个通风的问题,呃,这样一个小小的后院,就,就立,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种各种各样的东西, 好了,谢谢大家收看,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击屏幕的下方,连结,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上百个视频,分享美国生活,谢谢大家